桃園市体育局14号上午 在桃園大西的阿姆平水上运动训练基地 举办大龙门运动观光体验营 借由推广水上滑奖运动体验活动 以及大龙门观光计划的推动 宣布石门水库系列活动正式开跑 桃園市副市长苏俊斌清零现场 不只担任凯姆嘉宾 更亲自下水和大家同乐 享受夏日滑船细水的乐趣 我们大龙门的观光 是桃園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区 大溪龙潭石门 每年大溪龙潭石门加起来超过1200万人次 虽然人次很多 但是我们希望说给它更丰富 更不一样的体验 结合体育、文化、地方的产业 结合相关的一些可能 我们可以投入的资源 让观光的旅客对桃園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今天最重要的就是 借由SUP立奖的一些活动的推广 在阿姆平让大家借由水光三色 来欣赏桃園之美 而这次活动最大的幕后推手 桃園市体育局局长许彦辉 更一马当先站上水面 来和民众们一同享受水上游玩的乐趣 随后苏部市长更亲自操作立奖 站上阿姆平的水面 和民众一同享乐 这次的大龙门计划将以 大溪、龙潭、石门等桃園重要观光区域 整合计划推动及串联资源 周边的饭店、露营区、自行车、游艇 都可以让民众借由参与运动 畅游众多的美景 打造桃園运动和观光结合的品牌 大溪阿姆平划船 独木舟级SUP立板滑奖体验营 不只为本地注入新的运动观光资源 更能于活动中了解更多正确水域安全的知识 未来将持续结合周边观光资源 展现桃園体育城市活力及观光的发展魅力 展现桃園体育城市活力及观光滑奖体育城市活力及观光